大家好 我是艾迪先生 今天要跟各位來談一下起子頭 很多人有買電動起子 但是這個起子頭要用哪一種比較好 事實上我手上有兩種 一種是普通的一種是雙結棍型的 當然它的鋼材的好壞跟製造地也是有關 有些國家出產的鋼材比較好 鋼材很重要為什麼 因為你如果滑牙崩牙的時候 你會把螺絲頭把它鎖壞 這樣就產生很大的麻煩 尤其是這個材質 在碰到你使用衝擊起子的時候更明顯 因為衝擊起子它不斷在這邊震動 那你如果打不好的話就滑牙 經常會造成螺絲頭的損毀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就是標準型的 那這個就是雙結棍型的 那目前我這個是日本製的雙結棍型的 因為我經常在用衝擊起子 所以我必須買一支稍微好一點的 那我們可以在這種起子上加一個小磁鐵 這磁鐵也是相當有用的 可以增加磁力 尤其是我們碰到有一些螺絲很長 那如果說有磁鐵的話 能幫我們保持它的穩定 那我來試用給各位看一下 那這一根這個很長 要鎖的時候穩定性 我們把它放上去 你看一下就鎖進去了 那然後要起來的時候 不會掉 這樣變得工作很順暢 那如果說我們平常的 大概就是大家最常用的 我們來鎖鎖看 那一般來講 在鎖這個木材的時候 因為力量很輕 所以大家比較看不出來 那你如果鎖水泥 或是鎖這個 汽車的一個板金 那鋼鐵的時候 這個就會差異很明顯 那今天為各位示範兩款不同的棋子頭 各位如果有興趣的話 可以去買回來試試看喔 那我們影片就介紹到這裡 希望各位會喜歡今天這個影片 那各位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請記得按讚 也別忘了訂閱我的頻道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